打開這一題的話 那要怎麼做 基本上就是按照我們上課講的這個步驟 比如說第一個 這邊有查詢名單 這邊黑名單 那這是查詢結果 然後呢 我會希望說你幫我 第一個 先在查詢名單這一邊 等於是第一個工作表的B2儲存格 輸入什麼 康乙福的公式 不過在做康乙福公式之前 我前面講過 你要先把黑名單定義一個名稱 那定義名稱的部分的話 應該還記得吧 第一步的話 先把這個黑名單三個字先複製 Ctrl C 然後第二步的話 就是把它下方選起來 所以選的方法 記得 儲標先放A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就是幫你選到底 因為總共兩萬多筆 如果你用這樣拉的話 可能要拉很糗 然後把它直接在定義名稱 這個叫什麼名稱窗格 然後Enter一下 那這個範圍就是叫做黑名單 名稱方塊 裡面 所以第一步 Step1就是定義黑名單名稱 你可以把它寫下來 Step1 Step2的話 就是切到查詢名單裡面的B2 然後怎麼樣呢 插入一個函數 就叫做Countif 所以統計類裡面找到那個Countif 然後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Range 你要查的範圍在哪裡 就是剛剛黑名單 按F3 所以這邊的話 會有一個快速鍵需要記 F3 它會跳出剛剛那個範圍 然後按確定之後 第二個問題是說 Criteria 你要找什麼 你要在這個範圍裡面找什麼資料 我要找這個資料有沒有 這個資料它就幫你找 找完之後呢 如果答案是1的話 那表示說 他這個人 是在黑名單裡面出現過 黑名單的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就查出來 這個人是黑名單 有沒有 那反之的話呢 如果底下的話怎麼辦 所以你只要把公式建立之後 那底下全部的人就查完了 哪怕他現在是1萬個 10萬個 100萬個 你點兩下 他在瞬間全部都查完了 但是如果你不會用這個方法的話 那真的很麻煩 那查了多久 千萬不要跟我講說 你用眼睛去比對 真的是很不聰明的辦法 那現在很多時候都需要 比對黑名單 你會發現各行各業都有黑名單 像現在比如說訂房好了 可能他們一定有黑名單 有些OK 如果要訂的話 一定要把它取消掉 不要讓他 不然的話 有些真的是會這樣 還有不然去餐廳吃飯 不是也是嗎 常常看到那個火鍋裡面突然 自己加料 然後就說 你們那個 怎麼會有東西跑進去之類的 OK 那當然這怎麼辦呢 如果你是店家的話 那就要想辦法去防堵 要不然就是把那些人建立黑名單 不過有的時候 說真的靠腦力去記還記不了 所以一定要把它建立到電腦裡面 甚至現在最新科技 現在有什麼呢 那個攝影鏡頭 然後還有AI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說可以 那個人一進來的時候 馬上你的手機就有警報 就OK來了 對不對 趕快 對不對 不然的話說真的 你防不勝防 說真的 像我看很多那個 就是Google地圖上面的評價 很多真的都是來亂的 你會發現 其實那店家其實很有心在經營 但是有一些就是 好像就是 反正就是來 我不知道什麼狀況都有 反正就是挑你毛病 然後最後希望免費 真的還蠻多的 那這種人怎麼辦 要是你是店家 說真的 你也不想跟他吵架 但是你又覺得說 遇到這種人怎麼辦 所以想辦法 所以像這個地方就是 趕快把它先查出來 當然除了說建黑名單之外 像我剛剛結合現在新科技 有沒有 可以用人臉辨識 對不對 然後可以用其他方法 這樣的話對你來說 其實就輕鬆很多了 不然的話說真的應付這種人 一天只要遇到一個你就夠了 OK你生意就不用做了 所以有時候像創業的時候 當然大部分實際是愉快的 可是少部分就是你要去應付這些突發的狀況 OK 想辦法把它解決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假設想一個辦法 可以幫其他的店家去防止黑名單的話 這個就是你的貢獻 所以以後你要幫你老闆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可以就用這個方法 幫他把所有的黑名單篩過了 那就知道這些黑名單出現了 但問題來裡面有0跟1 我要把1留下來 0剔除掉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有需要 再利用第三個方法 所以剛剛Step1建立黑名單 Step2在這邊輸入公式 有沒有 輸入公式完之後呢 那我就向下填滿 對不對 但是第三個 就是可是我如果只要留下1的 表示說黑名單的話 那當然我們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用排序的啦 排序的話當然記得 油標一定要放在B1 然後利用資料裡面有個排序 A到Z或Z到A 那我們其實可以 如果你要什麼 留下1的 1的在上面 0的在下面的話 那應該是什麼呢 Z到A 排序一下 有沒有發現Z到A 那這個時候1就出現了 0就在上 有沒有 如果排序的話 1就在上面 0就在下面 那你想說為什麼是Z到A 其實道理很簡單嘛 因為Z到A就是什麼 由大到小 那如果Z到A剛好顛倒 由小到 所以0應該比E來的小 所以放下面 這個是方法1用排序 這個排序還蠻常用到的 第二個方法就是我們考試 就是需要你做的啦 然後把它卡住Z 你復原一下 油標一樣放在B1 然後呢 請你做什麼 篩選 那篩選按下去之後 它有什麼變化呢 理論上 這個就像漏斗一樣 漏斗就是說 我要留的 讓它留下來 我不要它出現的 它就不會出現 所以像漏斗 那你會發現按下它 那如果你要取消的話 也很簡單 取消就再按一下 有沒有你會發現它就取消了 所以它這個有點像一個 按一下有作用 再按一下就取消 OK 所以它這個篩選 大概是這樣的作用 那你會發現 按下它之後的話 它這邊會有個箭頭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留下什麼呢 留下1的 那你就把全選打勾取消 留下1的 這樣就OK了 按確定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底下 只會有1的 不會有0的 那剩下來的話 就是你就把什麼 把A2的這個底下的東西 把它整個選 這個就是我們要貼到查詢結果啦 所以你就是在把游標 放在A2 然後呢 Ctrl、Shift、向下 因為你要選到底吧 當然你也可以這樣選啦 不過我其實覺得這樣 這樣選比較容易卡卡的 在那邊真的很痛苦 OK 有時候還會過頭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學 剛剛特別講到那個 這個快速鍵 Ctrl、Shift、向下 所以游標放A2之後 Ctrl、Shift、向下 你會發現就很順暢了 自動幫你選到底下的這個地方 然後你叫Ctrl、C 複製一下 在查詢結果的地方 把它貼上 這樣子就完成了第一階段 所以第一個啦 我們要做的就是這個 黑名單篩選的結果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把剛剛的動作 全部錄下來 錄完之後變成兩個按鈕 這邊多一個按鈕把這個剪掉 第一個按鈕就是黑名單篩選 第二個按鈕就清除 所以你接下來就是需要 再把什麼呢 把那個這個什麼 設定功能區裡面的這個開發人員叫出來 有沒有 然後把開發人員這邊 這個地方就出現開發人員了 那把開發人員裡面找到一個 叫做錄式聚齊的功能 這個錄式聚齊就是把你剛剛做的那些動作 全部都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呢 你就變成這個VBA的程式了 然後你只要變成按鈕 剛剛的動作就全部完成了 有沒有就變兩個按鈕 一個是黑名單篩選 一個是清除好了 所以我就把剛剛的動作 分別再重新完成 做過一遍 這樣的話呢 錄製聚齊 就直接RUN一下就OK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要把它取消一下 這個先取消 所以喔 錄製的動作 前面有講過啦 就彩排一下 不過 切記就是說 將來 你要錄製之前一定要彩排 然後呢 把剛剛的動作呢 再做過一遍 比如說我這個 名稱叫黑名單篩選 所以這個錄製好 假設我已經 就是彩排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將來按鈕會是在查詢結果這裡的話 按鈕在這裡 你就記得一定要從這邊出發 然後一定要點擊的動作喔 點擊動作才會被錄製下去喔 你千萬不要直接就切到這邊來 然後開始錄 那就錯了 NG要重來了喔 所以第一步的話先切過來 然後再來優標放在這個B2 記得喔 你不要優標本來就放B2喔 你要記得放外面 因為如果你本來就放B2喔 它錄製的時候 你這樣點它不會產生層次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優標先放這邊 點它一下 打個勾 公式輸入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優標再放上面 做這個篩選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準備好了之後 你就開始錄製 那錄製的話呢 記得喔 我一次 因為在前面講過了 所以我就錄一次 第一個 先按下錄製去期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打上什麼 黑名單篩選 然後你就是 把那個名稱給它 然後呢 再來的話 就是把剛剛的動作做過 它就會變成程式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叫什麼 黑名單 篩 黑名單 然後按開始 就開始 就不能NG了 因為等於按確定的話 那就是要做對的動作 所以1 確定喔 1 游標放這邊 它就會幫你錄 1行程式叫 schitz 查詢名單點 slater 這個動作 2的話呢 游標再放在 B2 所以它會 錄一行叫 Range B2.slater 然後3的話呢 就是 在上面打勾 打勾就是把公式輸入 然後向下填滿 快點兩下 那本來上面有公式喔 不用刪掉 因為你刪掉你要重打 好 那這樣的話就是 1 2 3 4 有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篩選 篩選的話就是 游標放 B1 然後資料 篩選 然後把1留下來 然後在游標再放 B2 Ctrl-ship向下 Ctrl-C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呢 查詢結果 就切過來之後 游標再點一下 A1 然後把它貼上 這樣就OK了 本來有不用清掉沒關係 那第二個按鈕是清除 所以這邊的話就把它停止 記得喔 錄完之後喔 記得再切回到開發人員的 剛剛錄制聚齊現在就按停止聚齊 這個動作很重要 因為資料同學錄了半天就忘了停止 就一直在錄制 一直在錄制 OK喔 所以錯了喔 停止 好那停完之後的話 再來 這個範圍清掉的話怎麼錄 這個要清除 所以錄制聚齊 然後呢 輸入清除 清除的話其實很簡單 就是游標 放在A1吧 然後Ctrl-ship向下 Delete就可以了 清除比較簡單 就是把這個範圍清掉 然後停止錄制 那最後的話就是把剛剛的動作 在 這個按鈕上重新指定那個 聚齊 按右鍵的指定聚齊 然後把那個黑名單篩選 放到這個上面 上面名稱不一樣嘛 沒關係你把它改一下 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把上面的名稱 把它Delete掉 貼上一下 然後這個清除的話 右鍵一樣 指定清楚 然後把名稱複製 這個前面都做過了 所以我們只是 把這個動作 放上去而已 那再確認一下有沒有成功 按下去如果有 有把剛剛的動作做出來 那表示成功了 有沒有過來了 那清楚 這樣就OK了 那最後的話 就是呢 你再到那個 我們的 這個程式裡面 把錄製的 這些程式 上面加上註解 應該我在影片裡面都有講到啦 比如說第一步 第一步是什麼 郵標 切換到 點選那個查詢名單的工作表 有沒有 那這個是第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就是郵標放在 B2儲存格 然後第三步就是什麼 輸入公式 一樣啦 反正就是前面加123 123前面 記得加一個單引號 後面 這個 後面的敘述自己打一下 輸入公式 然後這個AUTOFILL是向下填滿 所以你也許就是最後呢 再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註解 然後向下填滿 然後在郵標放在 B1 然後 做什麼 就是一樣 像B1 然後 再做篩選 反正就按照順序 分別把那個註解稍微打一下 這個這個地方清除就比較簡單 清除的話是郵標放在A1 然後CTRL SHIP向下 然後怎麼樣 就是按Delete 這個是按Delete 把註解加完之後 這一題 就完成了 OK 那基本上的話 最少 最少 我想我們就分數分兩個部分 一個分數就是 前面是 利用Countif來做跟篩選 是一個乘期 另外按鈕又是另外一個乘期 OK 所以請各位練習看看好了